嗨大家好,欢迎来到知识分享频道 关于房地产的信息又来了哈 从价格看,5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基本稳定 随着信贷情况好转,一二线城市有所齐稳 三四线城市依然处于调整中 未来增信心防风险,促转型依然将是政策的主要方向 专家建议啊,各地应该进一步阴城失策 优化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措施 更好地满足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尤其要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基础上 合理支持改善性的住房需求 我看到有很多房地产的那个专业人士也说 对于刚需和改善性住房来说呢 留给大家买房的最佳窗口期已经不多了 买房投资认知最重要 第一,你绝对不能看空楼市 第二,你也绝对不能盲目看多 有了这两点,你就具备了靠买房逆天改命的基础 有人说老龄化持续推进,新生而逐步减少 我国人口已经进入长期负增长的通道 既然人越来越少,那么房子还有需求吗? 房子还能买吗? 那我的观点是楼市肯定还有需求 房子当然值得投资 但是楼市的结构确实是变了 买房的逻辑也和过去不同了 现在80后这一代人有差不多2.23亿人 90后大概是2.1亿人 这两拨人口就高达4.33亿之多 那00后呢是1.63亿人左右 10后的人口和00后相当 大概也是1.63亿人 正常人都是30到40岁第一次置业 40岁到50岁时相当一部分人会迎来第二次改善置业 90后的第一次置业是2020年到2030年 第二次置业是2030年到2040年 那么00后和10后加起来有3亿多人 他们的第一次和第二次置业会横跨 2030到2050年 当前核心大城市的房价能涨成这样 且能保持相对稳定 和人们的二次置业和二次进阶有着重大关系 所以未来10年如何买房答案非常清晰 那就是坚定的买入二线城市省会城市 或者能承接都市圈核心城市外溢的周边潜力区域 这些城市和区域从逻辑上看 未来30年依旧是在人口流入的风口上 只要你能选对地段买对房 就一定能跟随城市和经济的进步 不断扩展你的财富版图 而那些没有优质房子还成天看空房子的人 注定永远困于贫穷 他们最喜欢说的就是 马云说了 未来房价如葱 曹德万说了 千万别买房 可是他们从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 马云在香港买的豪宅是以亿计的 几亿对于马云来说确实像买葱 曹德旺也绝对没有在大城市租房住 之前有看过相关的新闻报道 说曹总的房子那是相当的豪华 那么6月呢 我们的各大银行再次降低了存款利息 存款利率跌破二字头 这对于那些把钱存在银行的人来说 不买房就等于在承受通胀的侵蚀 钱越来越不值钱的道理 对比10年前的物价和工资 相信大家都能理解 当今时代呀 纸币的价值一定是无限趋近于零的 想要阻止这种趋势 你就必须把钱换成资产 只有这样才能对抗乃至跑赢通胀 而市面上老百姓能够驾驭的风险 最低且大概率能保值增值的资产 依然是核心房产 那还有人说了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才70% 而专家说我们的城市化率都65%了 那是不是意味着到大城市来务工的人 会越来越少了呢 大城市的房价也不可能再涨了吗 错 不知道专家所说的 我们城市化率达到65%的标准是什么 就拿深圳来说 还有一半的地方比老家还破旧 也就是堂堂大深圳的城市化率 都未必达到了50% 更别说65%了 那纵观全国 咱们的城市化率有没有达到65% 还是个问号 再说了 像发达国家 城市化率越高 流入大城市的人口反而越多 他们从来没有因为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70% 而停止过人口向大城市的流动 看过韩剧的都知道 韩剧里经常出现这样的情节 那里边的台词说 哇 你都能去首尔工作了 那简直就是人上人啊 一个人的认知有三重局限性 下重不可与兵是时间的局限性 井蛙不可与海是空间的局限性 取势不可与道是观念的局限性 人们总是希望看见自己想看见的东西 想听到自己愿意听到的东西 在一度互联网时代 这些愿望 短视频平台 电商平台都能帮你实现 你曾经买过什么东西 看过什么 点赞过什么 收藏过什么 平台都可以通过大数据算法 推送类似的内容到你面前 让你非常自嗨的活在自我的世界里 信息减方便因此形成 而且越来越小 所以说有很多人会困在信息的减房里 不可自拔 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真相 你的认知到了什么段位 你就会把世界解读成什么样子 就买房投资而言 有的人因为钱少的原因 专挑便宜的买 殊不知越是便宜的房子 将来的投资价值可能是越低 我们不妨问自己个问题 你相不相信国家的一系列政策 会让经济和房地产复苏呢 你相不相信中国会越来越好呢 你相不相信你所在的城市会越来越好 如果你相信 那就把你的身家压住在他身上 跟随这座城市一起成长 并利用适当的杠杆放大你的收益 如果你不看好自己所在的城市 那你就应该去寻找一个有发展前景的城市卖房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在评论区写写写你的看法 点赞点关注点收藏 创作不易 感谢投币赞赏 我失败呢 优优独播 дет行